大家上午好 我们这段时间以来呢 一直在给大家讲了很多关于饮食方面的健康知识 其实呢 稍微懂一点中医学的基础都知道 我们说脾胃是主管运化的 那么脾能升学 其实这一系列的说法 都是在告诉我们你所吃的每一口食物 到最终都会变成你身体当中血液当中的一个部分 也就是说变成我们的营养物质一个部分 那么随着我们血液营养的变好 随着我们血液成分的正常 你的身体各个地方的物质供应才变得正常 为什么这么讲呢 我们血当中它有一个血氧量的指标 它含氧量高 你就不会头晕 或者说你就不会产生一些心慌的情况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血液如果含氧量低了 它大脑会出现缺氧的反应 你肯定会晕 对不对 那么如果你的血液当中的脂肪含量不对 那么它的流动速度就要受阻 那么它就容易在血管里边沉积 所以说你的饮食的结构 饮食的质量 饮食的那么配物 决定了你血液的营养成分 那么从而也决定了你身体其他所有器官的营养供应 这就像一个妈妈吃的饭 通过期待给自己的宝宝 就是妈妈吃的好吃的健康 等于宝宝吃的好 一个道理 你的心脏啊 你的肝脏啊 你的大脑细胞啊 你的各个脏气其实都是你的宝宝 血管就是妈妈和宝宝之间的期待 那么妈妈吃什么 宝宝就吃什么 这个是不是就很好理解了 那么给大家讲了一些这样的知识之后呢 我们今天开始慢慢的给大家讲一讲 关于什么叫做气 我们气血气血 但是大家在生活当中听到过两个词 大家想一想挺好玩的 一个叫做什么呢 羊血 听见没有 血是要靠养出来的 没有炼血这个说法 对不对 那么我们说到的气是什么呢 气背后都是一种功法 我们叫炼气 为什么不叫养气呢 其实我们自己慢慢的去理解了中医之后 你会发现中国古人啊 在每一个字里行间都在表达着非常深刻的哲学思想 刚才我们说了 气大多数是和运动相关 像我们说的所谓的在针灸里边还有一句话能不能叫得气 什么叫得气呢 当这个针刺进你的身体之后 你有没有一种突发性的这里边酸麻脏痛 锦啊等等的各种感受这个就是被叫做得气 还有很多尤其是在中国的道家他们在练一些功法的时候也会有得气的这个说法 但是气是什么 为什么西方医学不承认 其实在这里边的话很多中医黑就觉得 哎呀现在人把人都解剖了 都看不到这个东西的存在 我们就认为它不存在了 自认为自己很科学 但是你们要知道这是一个违背 哲学观点的或者说违背了伦理学观点的 为什么呢 气是无形的 没有错 因为我们的所有的解剖学都是建立在死人的基础之上 你在死人身上是永远看不到气的存在的 所以说当你自身用这样的一个在死人身体当中建立起来的解剖学 你能看到各种的脏器 但是你看不到他们活跃的时候彼此之间的一个关联啊 那么你怎么能够去理解它呢 对不对 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大家在诟病中医对于糖尿病的治疗方式的时候 总是说中医连胰脏都不知道 中医的五脏六腑当中确实是没有胰脏 但是这一点的话 我们在这里也要给大家一个讲解 是要让我们理解东西方文化的区别 胰脏是一个人类所特有的脏器 我们讲过第一只胰岛素来自于猪的身体 那么为什么在猪的身上能有胰脏 因为猪的生活环境和饮食和你是一样的 因为在中国以前的农村 大家在养猪的时候 基本上是家里的剩饭剩菜 然后去干水嘛给猪吃 他的生活其实是跟人一样的 慢慢慢慢的才形成了胰脏这样的一个结构 常年吃肉的老虎没有这个东西 常年吃粮食的 你比如说像鸡鸡鸭鸭 他们是禽类跟人的消化系统又不一样 跟人比较一样的像灵长类的猴子呀 什么什么之类的这样的一些动物 他们是吃酸果子 一年没有几天能吃到甜果子 所以整个世界上的所有的生物 只有像人才会根据四季去获取食物 你们脑子中现在忘掉你去超市里边随便都买 因为现在的人类的生活打破了季节的概念 如果说你把你自己还原到一个乡村 没有网购没有超市 你什么都买不到的时候 你会怎么生活呢 春天我们是播种的季节会去种粮食 但是万物在开始复苏 可能我们会吃到一点点的叶子 可能会吃到去逮条鱼 或者说打两个小动物 什么兔子等等之类的 这就可能是我们春天的饮食 夏天果蔬开始逐步的成熟 可能在人类的餐桌上就能够吃掉一点点的果子 那么到了秋天 粮食开始收获了 我们可以吃一些粮食 可能再去 然后作为一个补充 那么到了冬季 可能万物开始就是晨季 那么没有叶子了 那么冬天的人就是我们吃不到叶子了 那么怎么办呢 我们家里边会储存了一些粮食 甚至包括我们在粮食多的季节 然后养的这样的一些猪啊 鸡啊 可能在冬天又会上到了我们的餐桌 这是简单的一个描述 大家就要想象一下 只有人类的食物是跨季节的等等的 老虎是什么呢 有吃的就吃 没吃的我就饿着 那么其实我们说星星也是一样 都是在这样一个状态当中 它没有跨物种去觅食的这样一个特征 所以但是中医以前是没有解剖人类的这样的一个历史的 所以你会发现在牛身上 在鸡身上 在别的动物身上 我们在烹饪的时候 等于是一个解剖吗 但是呢 我们看不到这个胰脏是正常的 胰脏是一个人类和猪 还有狗特有的一个器官 因为只有这三种东西是三种动物是杂屎 而且呢 饮食结构是一致 所以当我们看到一件事物的时候呢 不要轻易去否定 但是呢 也不要 所以中医黑我也不欣赏 中医粉我也不欣赏 我们要欣赏的是什么呢 把中医西医的观点寻找共鸣 那么在这几年以来 其实西方医学已经开始理解了 中国人所说的这个气 在西方医学当中 气叫什么呢 一氧化氮 一氧化氮 我们会用几天的时间 慢慢的给大家阐述 一氧化氮的对人体的作用 现在西方医学发现 人体99.9%的疾病 都和一氧化氮有关 就是人体内凡是有血液的地方 都会有一氧化氮 一氧化氮是调整血液循环的 一个重要元素 大家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是不是就理解了 我跟你们说的 所谓的气功 所谓的瑜伽 所谓的太极拳 这样的一些健身的方式 它故意让你活动了 身体的大量的小关节 就是 你的扭动也好 让你的一些关节 做的一些反向的运动也好 就是让这个地方 所谓的气息的流过 造成局部的血液循环的流通 作为我们普通人的生活 你的一生当中 或者你的身体上 一定有一些部位 是血液循环不旺盛的 这就和你的工作密切相关 你比如说手指 为什么在中国有一个老年人会搓球的这样的一个习惯 甚至我们在健身的时候 为什么要去让你掉单杠的时候去练握力 握力是什么 你练握力的时候 是不是这里要发力 但是作为你们的日常生活 你有双手指发力的这个动作吗 我们基本上没有 所以很多时候你会发现搓串 盘核桃 大家会把它当作一种文丸 其实这就是中国古代留下的 针对你的一些局部的小器官的一个锻炼 所以说你说这是不是练气呢 也是 西方医学现在所发现的 一氧化氮和血液循环的影响 关联其实就在这里 因为血液循环受阻 我们身体各种亚健康的情况的出现 其实都是和我们一氧化氮有关 所以现在在西方医学非常多的药物 都想用来在你的体内 让你多生成一点点一氧化氮 尤其是心脑血管的疾病 那么我们所说的一氧化氮是一种气体 因为它还可以作用在什么呢 中枢神经免疫系统 泌尿和生殖系统对人体非常重要 生活当中 其实我们能见到一氧化氮的 它无色无味 然后就是液态和固态的时候 它称蓝色 能溶于水 溶于醇 那么溶于硫酸 这是生活里面一氧化氮的一个形态 一氧化氮没有毒 但是它在生活里面 可以和氧气产生反应 叫做什么呢 叫做二氧化氮 二氧化氮是什么呢 是汽车尾气是一个二氧化氮 是一个不是二氧化氮 大家一定要我的普通话还比较标准啊 氮 二氧化氮 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差的一个一个一个气体 但是呢 在二氧化氮的在20世纪的80年代 有几位专家 大家记一下 菲利德莫拉德 罗伯特 还有那个福奇哥德 这几位专家 他们经过深入的研究 确定了一氧化氮和人体的作用 现在我们已经有非常大的科学资料证明 一氧化氮其实是一种人体的一个元素 能够改善心脑血管疾病 糖尿病 肿瘤 提高睡眠质量 增强性功能 延长我们是什么呢 女人的生育能力 在全世界使用的非常非常的广泛 我们熟知的那个药物就是一个把副作用变成了正作用的是什么呢 韦哥 韦哥其实就是一个利用一氧化氮产生的原理 加速血液的流通的一个产物 只不过以前是把它设计出来是用于心脑血管疾病的 但是后来发现它的副作用的市场价值更大 所以说把它拿到了男性的这个异地 就是这个障碍这种方面 其实这就是一个一氧化氮应用的一个科学道理 一个非常切实的一个例子 那么获取一氧化氮的方式 那么其实国际上已经给出了几种标准的方式 第一 合理的动 为什么要加一个合理的动 你天天抡糊头 算不算运动 不算 因为你抡糊头的时候 你只动了几个关节 很多关节 很多肌肉 你用不上 因为你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作为普通人来讲 大家看自己的我们的尖的厚书这块地方 大多数人是别的 大多数人这块肉是别的 但是这块肉怎么能够让它表现的比较强健 是因为你要做很多辅身型的雅灵式的怪异的动作 就是你如果说不是一个合理的动科学的动 它不是一个补充一氧化氮的调整血液的我们所说的像气功啊 或者说像健身啊 甚至瑜伽呀 甚至包括啊这个呃 我们所谓太极呀 这样的一个所有关节共同参与的动才是合理的动 还有一个科学的吃 就是我们天天跟大家讲的饮食饮食饮食 科学的吃 气的价值是推动血型 那么你的血液如果说营养结构不好 它把一堆垃圾推到了孩子身上 孩子就会有先天性的问题 就是作为一个妈妈 我们作为期待 他的作用是什么呢 把营养传输给孩子 但是他没有选择权 吃什么 你就不吃叶酸 我就吃高油 我就是胡吃 那么你的孩子他一定会有一些跟别人家的孩子不一样的地方 好理解吧 所以说科学的吃是另外的一个方面 还有一个正确的补 什么叫做正确的补 当一个人随着年龄的衰老 随着你运动的减低 那么我也在用一些抗氧化的东西 我也在用一些一氧化氮的补剂 其实这样的一个目的是什么呢 让自己50多岁的年纪 能够表现出来比30多岁人的体态 指标 还有各方面的能力都要强的一个标准 这20岁的差距怎么来的 同样 如果一个人在他30多岁的时候 和我一样的饮食 和我一样的动 但是我要 我毕竟20多岁的年龄差距 我自身的身体的代谢 很多的功能会比他弱一点 那么我靠补剂 我靠抗氧化这样一个方案 我能够追上他 能够弥补这个差距 所以说一个人是不是健康 是要和同龄人去比较 就是你自己的体态 你自己的肌肉 你自己的饮食 你的这样的一个血液指标 等等的综合因素 所以同龄人可以讲 没有任何一个人是我的对手 就是因为我在合理的动 科学的吃 正确的补 三点同步注视 现在大家日常生活当中 在补这个方面 第一不会补 第二乱补 什么叫乱补 就是真正的医学原则是什么 当你的身体产生了偏颇之后 我们要给你纠正回来 所以我们很多人 当你常年吃肉 出现了上火的症状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吃点清凉的 吃点菊花 或者吃一点点什么等等 这样一个东西 目的是什么 让你停掉 这些让你上火的 然后把你纠正回来 这就是所谓的一个 从不科学到科学 一个钟摆原理 就像现在我们公司的一些伙伴 现在我也在给他们调养身体 比如说像我们一些姐姐 就是肚子比较大 人比较胖 当我们发现 他以前的碳水量 吃的过高的时候 会要求他先把碳水全都停掉 大量的吃肉 大量的吃脂肪 可能大家会觉得 不是说肉和脂肪吃多了不好吗 当然不好 但是对于他的身体来讲 这就是好东西 为什么呢 因为他现在的身体隐患 是高碳水环境造成的 当让他断掉了碳水 长期的靠肉和脂肪去补充的时候 他的身体会有会有一个半个月到三个月之间的一个适应过程 就是我没有碳水了 我只有脂肪 我只有蛋白质的时候 他会从不太会用碳水和脂肪功能慢慢的去学会 这就是把一个碳水身材纠正回我们所说的标准的体态 从碳水代谢纠正回标准代谢 当你的身体学会了标准代谢以后 我们再让你停掉肉 停掉高脂肪食物 然后加入到我们所说的这样的一个纯净生活的正确的饮食概念当中 所以药物有没有毒一定有毒 但是为什么你要吃 就是因为药物是非常强烈的 具有一个偏性 它的偏性是什么 正常人为什么不吃药 我从来不吃任何的药 因为我的身体是中正的 中正平和的 我哪都不偏 我吃什么药 我又不上火 又不感冒 又没有什么这种 反正各种味道我都没有 我就不会去吃药 对不对 当你产生了热的时候 就要吃一些寒量的东西 纠正过来 当你寒的时候 就要吃一些热的东西 把它调整回来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钟摆原理 那么对于很多人来讲 一定要理解我们科学的动 科学的吃和正确的补 就是哪一个叫做科学取决于你 而不是说这东西好和不好 就像我们的这位姐姐 以前的餐后血糖八点几 然后每天饿着自己 就是少吃东西少吃东西 想靠这种方法去控制住 这是完全不现实的 少吃多动 永远对 少吃多动 做不到 少吃多动 就属于是什么的 多挣少花 一定能存下钱 它道理就是这么简单 如果你能多挣 你无所谓少花不少花 你也能存下一些钱 但是呢 这两点太难太难了 但是什么呢 多花少挣 是很多人的一个常态 所以如何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 让大家真的能够走向健康 是需要技巧的 需要方法的 不是需要理论的 好 我们还是说我们一氧化氮的这样一个事情 一氧化氮呢 刚才我们跟大家提到了一个人 菲利德莫拉德 在八十年代的时候呢 九十年代初 非常的出名 他也来过国内 我也听过他的一些报告 他自己呢 是美国德克萨斯大学 休斯顿医学院的终身教授 然后呢 韦哥的发明人 韦哥的这样一个理论的发明人 1997年 美国国家科学院的院士 1998年 诺贝尔生理学奖获得者 2007年 中国科学院的外籍院士 这个莫拉德这个人呢 大家一定要记住 以后我们会 说起他很多次 1998年 莫拉德获得这个 诺贝尔生理学奖 主要的发现 就是他发现了 一氧化氮 是心脑血管调节血压 和血流的一个信号分子 就是明确了 我们的血压和血流 大脑让它快 让它慢 等等的这样一个调节作用 其中有一个信号因子 就是这个一氧化氮 而且他还提出了一个 全新的理论 就是可以通过细胞膜的信号 传递这样的一个气体的信号 就是我们的细胞膜 是有着传递气体信号的能力的 是不是第一次在98年 西方医学第一次提出了 在血当中有气 有血的一个双重概念 1992年 一氧化氮呢 被科学 就是全球非常著名的 一个科学杂志 评选为叫做年度分子 对他给给予了一个非常高的评价 其实穆拉德博士呢 在跟我们做报告的时候 也谈到 他对中医药非常非常的感兴趣 为什么这么讲呢 给大家首个说个故事吧 他在亚培 就是现在大家都知道 做婴儿奶粉的这家公司 亚培做研发主任的时候 他的一位同事的太太呢 罹患了乳腺癌 到香港的用中药治疗很有效 这是八十年的事情 然后呢 穆拉德就对这件事情很感兴趣 他然后连续三年 就是到访香港中文大学 然后呢 看了中医药的一些独特的这种效果 那么穆拉德在中国 目前还在开设一个什么呢 穆拉德中医现代化的研究中心 也是在做这方面的这种深度研究 刚才我们说 什么叫做这种信使分子呢 这就是一氧化氮的一个独特原则 就是他这个原则是什么呢 他这个一氧化氮可以穿透人体的任何细胞 到达我们的任何组织 所以我们说有气的地方必有血 有血的地方必有气 我们在生活当中给大家的描述 这个形容词是什么呢 气是什么呢 气是帆 像一个小船一样 气是帆 血是什么呢 血是这条船 就是帆的价值是什么呢 有这张帆 这个船才能够跑得远 才能够到任何的地方 但是呢 这个帆一定是要在这个船上 那么按照现代的医学研究是什么呢 我们的气是在细胞膜上 这就是它的一个价值 那么它会跟随着我们的血液 到达任何的地方 你比如说 一氧化氮 它就在控制我们的这种血液流向身体的各个部位 比如说让我们的血管扩张啊 避免血管出现流动过速呀 然后呢 清理清理血管啊 让我们的里面保持通畅啊 保持血压呀 维持心脏负担啊 等等等等 而且一氧化 但自己本身还是一个呢 对抗什么细菌 病毒 对抗这些垃圾的非常有价值的武器 包括沙色病原体呀等等 有着非常多的作用 还可以把它叫做一个健康的信使 现代的医学对它的了解很深刻 它自己对于心脑血管的主要方面 比如说舒张血管 那么阻止我们血小板的凝聚 比如说让我们血管皮的内细胞 受到化学物质 比如说这种乙线胆碱啊 或者说这个缓急态的这种刺激 导致我们的这个细胞膜上的概念的通道开放 等等等等 这样的一系列的机制 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反应 那么谁可以形成我们的一氧化蛋呢 现在医学给了一个明确的说法 比如说叫做什么呢 叫做钙条蛋白 它能够起活一氧化蛋合成酶 由金氨酸产生一氧化蛋 所以很多人都会发现在中国的以前会认为是什么呢 生蚝海参有着一定的壮阳作用 其实这两个食物是我们在生活当中获取的含金氨酸和瓜氨酸含量比较高的一个食物 金氨酸呢 其实我们现在在生活当中对他们也有一定的提取 所以说以后大家可能会看到我们有一些产品当中也会给大家增加了一些金氨酸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成分 其实这个成分的主要目的是让大家的体内能够产生一氧化蛋 明白了吧 所以大家以后看到 我们在和一些地方合作的一些产品当中会有专门的一些金氨酸 那么它呢在一些综合的配物之下能够让我们的身体呢产生一氧化蛋 那么激活我们的鸟关酸化酶 产化什么磷酸酸鸟干 导致我们的拼滑机松弛等等 这个作用机理就比较复杂 我们就不太讲了 大家一定要知道是什么呢 一氧化蛋呢 它当我们的内皮就是需要向肌肉发出指令的时候 因为我们自身的这个血管也是这样的一种肌肉型的组织 它需要得到一些指令才能够放松缩小 它有一个指令性的要求的 这个指令是由谁发送的呢 我们的内皮它最早感受到了这个血管的压力 就像我们的身体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咽喉 作为我们的这边的内皮 它感受到了一些刺激物来的时候 它会发出一个什么的指令呢 咳嗽 对吧 比如说我们的鼻腔 我们的黏膜 它就是我们鼻子的一个内皮 它感受到了外来的刺激物的时候 它会发出一个什么指令呢 打喷嚏 就是我要把你排除出去 这就是一个信号传递的过程 当人的血管内皮收到了这样的一个指令 哎呀不行兄弟们血液太多了 太粘稠了 我们想要扩张一下 想要让外边的这个我们血管这个肌肉松一点点 我们好过去 这个指令的发出是一氧化氮发出的 所以这就是它分子量非常小 才能够穿过细胞膜 那么血管周围的平滑肌细胞受到了指令 那么我舒张 好 那么血管就开始过去了 其实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原理 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要理解肌肉和血管的关系 我们给大家讲过很多次 当我们这里产生了一些炎症 当我们这里或者产生了一些代谢物组织的时候 你的肌肉是僵硬的 它不好扩张 它扩张不动 那么在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内外兼修 什么叫内外兼修呢 我里边用一氧化氮的产生 让你的血液循环速度变得更快一些 然后外边我通过给你做一些 大家把它理解成为疏通经络的方法 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放松肌肉 按摩也好 针灸也好 贴膏药也好 甚至包括推拿 包括远红外 等等都算一样 甚至包括泡澡都可以算上 让你的肌肉能够放松 就是外边给你放松一点 里边给你推行一点点 你自身的血液循环速度就会变得更快一点 因为我们从外界不太容易碰到你的血管 能碰到的也只是毛细 深层血管碰不到 所以通过外力 比如说给你贴个高药 然后放松你的肌肉 包括给你用个真丸 然后从内在的话 增加一些你血液当中的这种营养成分 让你的血液循环速度全身性的加快一点点 然后再通过口服的一些产品的话 补充你自身的我们所说的金安酸 还有一些其他的成分 共同让你的血液的上皮细胞能够放松 所以大家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平台当中 慢慢的会发现 好像我们的很多产品 都是有一些非常大的作用 好像就是高血压用了也很好 那么糖尿病用了也很好 甚至男性用了也很好 女性用了也很好 其实恰恰是我们所针对的方向 不是去像药物一样做靶项 而是对你的身体做一个综合性的调理 比如说刚才我们说了 一氧化氮在神经系统当中 对神经末梢也有作用 那么大脑通过周围的神经发出指令之后 会向我们男性的器官提供一部分的一氧化氮 引起我们血管的扩张 增加血流量 那么就是增加我们的勃起功能 这是伟哥的一个原理 所以说很多的时候 这个男性的无力是神经末梢产生的 一氧化氮减少所产生的 那么当大家在很多人在这种服用伟哥类产品的时候 会有一个症状 就是眼睛发红 为什么会有这个症状 就是当你的血液循环过量之后 那么他的这个信号放大 就是他是突发性的 他是不是慢慢的调理性的 他是一次用了40分钟之后起效 你的甚至的周身血液循环速度都会加快 所以当我们在看到一个人眼睛发红的时候 基本上能够判定 他的血液循环速度产生了一个特别旺盛的结果 那么小血管得到了这种指令 过于旺盛的这种血液循环 我们更建议大家是通过长期性的 缓慢的让我们的一氧化氮增加去实现 不要突发性的 因为你突发性的 他不是一个改变你血液当中的传导机制 他是这个指令下达到过快的时候 当然见效快 但是他可能会给你的身体带来一些别的损伤 其实我们都说诺贝尔讲诺贝尔讲 诺贝尔其实是一个人民 他的死亡 其实他的去世 其实和我们所说的一氧化氮有着密切的关系 今天下午的话 我们跟大家讲讲诺贝尔的故事 还有一个我们中国人非常熟悉的 一个心脑血管病的常用药 硝酸甘油 硝酸甘油其实是一个炸药 它是一个做火药的物质 他自己的诺贝尔的最大的发明 其实并不是在这种 他是一个化学家 工程师发明家 他发明的炸药 在全世界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伤害 他毕竟是个武器 但是他也有一定的经济价值 而硝酸甘油其实是炸药的一个产物 他和我们说的一氧化氮的故事 更让我们能够深刻的理解这样的一个气体 好 我们今天上午的直播就到这里 我们下午继续给大家讲一氧化氮的故事 感谢观看 我们下午继续给大家看一氧化氮的故事